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位于南投县普里镇的博佑基金会 从2002年成立至今已发展出13个据点 今年更运记于台东增设据点 博佑有团队合作模式安排家访以及校访 了解弱势学童的家庭背景 排除无法专心向学的因素 让孩子能获得最大的学习成效 我觉得其实来这边的学生 他们都是有很多外在的因素的影响 像是他们是隔来教养 或者是单亲家庭 是他们都很拒绝学习 那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无形的 像是缺乏自信心 以及就是他们比较没有主动性 因为家里没有就是陪伴他们 读书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存在 所以他们常常就是会很容易放弃 所以在学习上面 他们就很容易拒绝学习 曾经受过帮助的学童 在长大后 有部分会回到博佑 帮助更多的弱势学团 让教育产生爱的循环 就是想要回回社会 那另外一部分是觉得 在这些家庭里面 其实教育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那想要透过教育 让他未来不会只有 有更多的选择 不会只有说 只有打零工这种选择 对于偏乡的弱势学童来说 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 在未来就有机会拥有更多选择 在彰化路港有间专门打造传统股市神教的神教铺 工匠在神教上雕刻上精细的刻画 象征着对于神明的敬意 而现在神教铺的第三代秉持着使命 也开始了学习制作股市神教的传承 鹿港的中山路闹钟有进 正正木香入鼻 闻香而去 历史有眼的神教铺里 年轻弟子跟着老师傅刨木打桩 木屑随着笑声飞落 他是陈玄贵 鹿港古是神教第三代 就是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对啊 因为像很多人觉得 你回去接啊干嘛 maybe很轻松啊 或是什么 但其实很多东西你还要从头 因为你是从屋到有 并且是你的 像你的基本底子干嘛 什么都要从头学 神教是民间信仰里 神明初询乘坐的神鱼 叫身上精细的刻画 一笔画都是神教师 对于神明的赞礼 仿佛是传统艺术殿堂的绣真板 淋漓尽致呈现传统工艺之美 我会觉得他对我来讲 是比较像是一个责任 那当然这个责任不是对于自己 是觉得就是在艺术的传统 以及传承上面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只要你有那么一点点的热身 那相对的就是 你就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责任 去把它延续下去 古诗神教代表着一种文化的记忆 与传承 也是生长于台湾这片土地 不能断裂的情感 既是因时代而视为 但却因为传承 而接续起下一段记忆 创造新的历史 玄柜背负着对古式神教的爱 以责任负重行走 未来他还会持续地走下去